再来看到了是民进党桃园市长提名人林志坚 在昨天宣布退选之后呢 民进党团总招科建民就表示了 在台湾关键时刻的选战 不要拖累了民主进步党 选战的布局与节奏 个人是小团体为重 这是退的价值 林志坚这样子的坚持 我懂我支持 清理战场反手围攻 是蔡英文主席与选对会共同的决定 国民党要继续得意忘形 消费论文们 那就继续吧 他也向党内信心喊话 同志们我们没有气馁的空间 一起奋战迎战未来 对于这一番话 您怎么看 我们在聊天室一起来聊聊好不好 好我们再来看到林志坚 退选桃园市长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蒋万安就撑了 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 陈时中瞎挺林志坚 不到几小时就翻车了 那陈时中也回呛 蒋万安来消费这件事情就够了 不要道路没找到 没有市政愿景就消费个人 应该回到市政跟国政的讨论 不要说道路找不到 那没有一些市政的愿景 那就消费个人 我想够了 我们来看到这个关于被退选 他是报了什么样的内幕 那林志坚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了吗 我们来持续的为您掌握 林志坚对于这个论文们 他是怎么自己替自己解释的呢 他是说自己不够努力 有写作上的瑕疵 所以他还是认为自己没有抄袭 他会做另外一个战场 主要捍卫自己的清白 这两句重点呢 在网友的解读就是 原来是瑕疵不是抄袭 那就不用退选吧 那从今以后 抄袭证明为写作瑕疵 声明说的像受害者一样 你到底有没有搞错 那对这个部分来讲 他还提到另外一句话是 选举成为多方境内境外 政治角力的擂台 这一句话在刚刚 这个新北市议员叶元芝听到之后呢 他是差一点脱口而出 说他很不爽 他很不开心 这个境内境外这四个字 其实会让人觉得很傻眼 他说所谓的境外是指什么 你是指裴洛西为了挺他来台湾吗 还是指所谓的境外是 中共怕他当选 还台军演吗 怎么会你自己的论文 自己的事情 还分所谓的境内境外 政治角力的擂台 来模糊整起焦点呢 我们镜头持续往旁边来带来看到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参选人杨芝斗也提到 林志坚变成过路老鼠 留下脸肿的蔡英文 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林志坚 目前他现在整起的案件呢 持续的在这个延烧当中 这张照片就非常的讲出他的心情 跟他的整个情绪了 脸色铁青的离开总统官邸 所有的情绪都写在脸上 即便戴着口罩 一样看得非常清楚 那我们要知道说 大家还是提到 大家不要高兴的太早 千万不要小看民进党 他们并没有认错 避风头先让林志坚退出战术的转进 那时事评论员黄阳明也提到了 前一天你还坚持不退 有人到蔡官邸要求换奸 是被退选 是现在照着剧本走吗 前立委郭正亮也有话要说 万一的效益呢 已经影响到了陈时中的民调 洪耀福向总统说明压力排山倒海而来 所以林志坚的退选 可以明显的知道说 整体论文们事件不断的延烧 烧到了台北市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才会以退为进 原先不断替自己辩护的林志坚 突然间主动宣布 要退出桃园市长的选举 外界就这样传闻了 压倒林志坚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他的另外一本硕士论文 中华大学也认定 林志坚的硕士论文是抄袭 那当初踢爆整体事件的议员 王洪威更点出 整个内幕跟内线 就是表明有人明白表示 拒绝帮林志坚扛这个责任 那我有一根 一些内线的这个讯息 尤其越来越多 那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中华大学学轮会 其实已经完成调查 已经完成调查 对已经完成调查 那其中因为他抄袭的部分是 那个竹科的尾办的报告 那个期末报告 那个期末报告有两个教授写的 是两个教授写的 所以他今天不是学生抄学生 而是学生跟老师 所以如果今天林志坚没有抄袭的话 那问题大了 变成老师在抄学生 而且这个老师是拿钱的 他们拿了竹科的45万 他们是有拿钱的 那我所知道其中有一个 其中有一个教授 他是拒绝帮林志坚来扛这个责任的 所以他的证词 事实上是非常明确的 说是这个报告是他们写的 而且呢研究啊计划 都是他们在做的 好那学轮会事实上 其实已经告一段落 那林志坚是因为台大这个 后来对他做出这样判决 所以他赶快不是赶快去联络台大 半夜12点半神经病 哪里12点半夜去那个发email给学校 那接下来他也要求中华大学 再给他说明的机会 中华大学也确实在给他说明的机会 那听说这里面呢 他修理被修理的蛮惨的 他自己说嘛 因为包含时序的问题 还有里面呢一些 要让他解释 这些研究报告的内容 那林志坚竟然说 他自己说 他说时间久远我已经记不得了 可是呢据了解 其实他们还让他去解释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名词解释嘛 你在引用这些东西 林志坚都说不出来 都说不出来 所以你让人家怎么相信 这份报告是你做的呢 因为他说那是13 14年前的事情 那不记啊 忘记了 但是问题是 其实很多人写报告 我说都是很呕心力学的 多少人这样子熬夜 然后一直不停地跟老师 老师那个改了 又重新写这样子 那因为他的回答 实在是太离谱了 所以他自己经过说明 他自己也知道不对 所以他竟然还讲说 中华大学轮会简直是 先射箭再画吧 林志坚的宣布退选 桃园市长的选举消息呢 曝光之后再度引发各界的热议 对此立委林静怡 在脸书上面说到 唯一能做的就是赢回去 未提发文 并在文中提到 为了桃园也为了台湾 同时也表示心疼林志坚 以及全力辅选郑运 此外林静怡也在该篇的贴文底下 留言提及 这时候不团结的 不再留言面了 废弃党内的同志们 就看选民的意志了 让许多网友纷纷都猜测 这个留言内容 恐怕是在暗指立委高嘉瑜吧 如果你有在煮饭的朋友 或者是您吃过这款 海皇XO干贝帐的朋友 您一定会知道 它的美味到底会 多让人回味无穷 现在购买 记得快点够 输入我的折扣码 CTI-71G 就可以买到非常优惠的价格了